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六月七號星期二 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亞 俄烏戰爭 烏東北頓捏茨克 在烏軍的計畫之下 請軍入夢 現在是俄烏兩軍爆發 非常激烈的巷戰 昨天的進度是 烏軍說這邊他們收回了一半 但是北頓捏茨克市的市長 他說真的打得有夠激烈的 現在戰況是每個小時都在改變 烏克蘭再次又喊話說 要靠國際的軍援 然後軍援什麼樣的東西呢 他們要求的是 更多的火箭系統 才能夠改變戰局 好 今天最新情勢究竟如何 BBC報導說 俄羅斯現在要組的是 科學怪人部隊要來打仗 什麼樣的部隊 會被稱為科學怪人 稍後我們來揭秘 而北約現在正在展開 波羅的海年度軍演 這個演習的大陣仗 動員了有十六個國家 有七千多人 上個月才說要決定要申請 加入北約的芬蘭 還有瑞典 他們也參與其中 就是要給俄羅斯看 我們北約的軍榮 是多麼的壯盛 而今天我們持續要來追恩恩事件 最近有網軍在黑恩恩伯伯 被抓包 這網軍就是新北市府的員工 好 今天我們開始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從右手邊開始 介紹起 首先歡迎的是台灣 智庫諮詢委員張國成老師 各位好 大家好 歡迎台灣國際法學會的副名長林廷輝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在左手邊的部分 首先歡迎的是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少老師 各位好 大家晚安 還有備役空軍副司令張宇廷張將軍 各位好 大家平安 以及我們歡迎時事評委員黃毅忠 各位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備役陸軍哨教于北成 余將軍還有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李明顯以及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 開始看起 好 除了飛揚激戰當中的 北盾涅刺客之外 今天也要特別聚焦在黑海 俄軍有了最新的部署 是什麼樣的用意 我們先一起來看 無人機監視畫面中 俄羅斯的彈藥庫已經燒出熊熊大火 突然又發生大爆炸 顯然慘遭烏克蘭軍隊炮轟 接著出現訊爆 但烏東地區頓巴斯的工業大臣 北盾涅茨克依然爆發激烈象徵 同時烏克蘭政府還在吉府廣場上掛出多個提供援助的國家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赫然在列 願意站在烏克蘭身邊的 還有北約 為期將近兩週的波羅的海北約軍演 5號在美國的帶領下正式展開 16國7000多名士兵參與 這連上個月申請加入北約的芬蘭和瑞典也赫然在列 今天的戰況我們一開始我們先聚焦在黑海這一帶 烏軍他們發現說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後撤到了離岸 大概100公里左右 他們研判說是為了要躲烏軍的砲襲 同時烏軍他們也統計了 俄軍已經是朝烏克蘭的領土發射了300多枚的巡弋飛彈 可是他們注意到的是 你是不是把飛彈都用光了 所以現在開始改用的是反艦飛彈 推論是不是這個部分遇到了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彈藥可能空了 不過CNN的報導是這個樣子 他說俄軍有了一個新的部署 特別在哪邊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個就是在黑海上面的蛇島 他們認為說是不是在蛇島的這個部分 為了要重新控制黑海的這個西北部 所以有一些新的這個防空相關的部署 那俄軍在克里米亞半島 還有赫爾松地區 也部署了暗射型的飛彈系統 來我先請教廷輝老師 在烏南這一帶 尤其是黑海這一帶 他最新的情況怎麼樣來看 我們知道黑海是一個很重要的 包含烏克蘭南部 如果要運輸補給很重要的一個航道 他必須要確保是在控制在美國 跟烏克蘭的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蛇島 我們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前 其實有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其實蛇島是一個 義工難守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後來被俄軍拿下來之後 其實烏軍也沒有把它拿下來 重點是在於說 只要有任何一艘補給艦或是任何一艘軍艦 要開往蛇島這個地方的時候 烏軍就把它打趴 就把它擊沉 所以上一次其實本來俄羅斯就有要派 運輸艦補給艦 把這個相關的這個防控系統火炮 送到這個島上去 結果也是被烏軍打下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還是持續的想要送防控系統 到這個上面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你知道現在美軍把相關所有的重火炮 包含這個可能會有70公里的 這個海馬斯系統的相關的火箭彈 從海上運輸到烏南去 那你如果再配合今天烏克蘭國防部 去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俄羅斯的這個軍艦 他在這個靠近 靠港這個烏克蘭的 就是說在這次戰爭當中 他是掠奪烏克蘭的相關的 這個沿岸港口的時候 往後撤100公里來看的話 可以想像得到其實他在躲避的就是什麼 就是美方就是西方國家提供給烏克蘭 這個強大的一個高 這個所謂的中層的或是短層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飛彈系統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相信 就是說當然這個俄軍來講的話 他現在在艦艇上面 或是軍艦上面所使用的相關的火力系統 可能開始去疲乏 但是畢竟他還是有一個攻擊能力 那現在他還有潛水艇 他還有大大小小的船隻 大概將近包含潛水艇 大概將近快30艘左右 那如果他不後撤的話 他今天如果躲在烏克蘭的港口內的話 就隨時像上一次我們看到 比爾江斯克那個地方 就是停在馬頭旁邊 就被炸成了 那他現在必須要往後撤 往後撤100公里左右 甚至我還認為說 他還會回到自己的俄羅斯這邊的母港 去做整修 為什麼 因為如果回到俄羅斯的母港來講的話 假設北越所提供的武器 你打到了這個俄羅斯的港口 算不算是攻擊俄羅斯內部的領土 這就是定義上的問題 你看到這幾天普迪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說你不要提供 北越不要提供相關的這個遠程 飛彈 然後讓他打到俄羅斯境內 否則來講的話 他就會攻擊所有的其他的新的目標 那就是配合這樣的一個戰術上的作為 你看到這個俄羅斯的軍艦其實往後撤 那為什麼呢 你看到黑海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據點 自古以來來講的話 你看到這是亞述海 下面這是黑海 我們以這張圖來看的話 可能更加清楚 包在黑海裡面 這個亞述海 事實上這邊沿岸來講 都是屬於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軍艦 港口所在地 那今天如果要出黑海 要再出這個土耳其這邊過來 到地中海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北越國家土耳其 那這裡就一道防守 所以現在其實有點像臥中捉鳥 黑海艦隊會不會在這次戰爭中會被殲滅 其實大家都在等著看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只剩下30多艘 你阻力艦莫斯科號等等 這些已經被擊沉了 那現在你又後撤 代表說你火力也不夠了 那是不是在南方來講的話 只要美國一清 清塑掉這整個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他在這整個補給上面 就變得非常非常順利 那這時候從協助 從烏南這樣打上去來講的話 可能是目前這個澤倫斯基跟美國之間的一個共識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戰術的變化 從這幾天開始 開始有一些明顯的變化 為什麼 因為畢竟來講 雙方激戰的情況之下 如果是打一個持久戰 那至少有一些地面要突破 這個突破點 應該就是在烏南這個地方 那烏南這個地方的話 就剛剛提到的 這個黑海的這個部分 的制海權的掌控 就必須掌控在西方國家的手內 所以你看到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美國其實就也提到說 我們現在美國的軍艦 準備要離開黑海 為什麼呢 因為離開黑海的時候 就代表說 這個時候如果火力強大的 這個炮火 如果在攻擊俄羅斯軍艦的時候 至少不會 不小心攻擊到美國軍艦 這個跟我們上一次講的 此地無印三百兩 你告訴我們說 你要離開黑海 代表說你現在就在黑海 所以他其實不會離開黑海 他其實就在這裡封鎖 整個俄羅斯軍艦跑出來 那剛剛有提到 北約國家在波羅地海 進行聯合軍演 所以俄羅斯他的北方艦隊 還有波羅地海艦隊 他也必須在鎮守那個地方 來防止西方國家 對他有進一步的 什麼樣的做法 所以等於說 黑海艦隊 他是沒有其他的艦隊 在馳援的情況之下 真的很有可能 在一夕之間 說不定就被西方國家 殲滅掉了 這個部分我們不敢預測 但是已經有看到 那樣的苗頭 30多艘的黑海艦隊 有沒有可能 在近期就會被殲滅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 剛剛廷委老師 其實有提到 在蛇島上面 曾經發生過 五月中的時候 我們有聊過蛇島的狀況 因為當時出現的就是 烏軍他用無人機 打掉了俄羅斯的米巴直升機 還有烏軍用TB2無人機 炸掉了俄羅斯 在蛇島部件的防空系統 來 張將軍我請教 我們來看 其實蛇島 如果說你要用 衛星的畫面來看的話 真的是一覽無遺 你上面部署什麼 幾乎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這一次的狀況 就是俄羅斯軍隊 他們不死心 再次要再部署這個防空系統到蛇島上面 包括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是SA15還有SA22的防空系統在內 那我請教你 他這樣子部署一個什麼樣的用意 這個蛇島雖然小 但是他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 你看看他的西北方是奧德薩 正北方是尼古拉耶夫 他的東北方的話是赫爾松 你看他雖然那麼小 他只有二十個操場那麼大 你看就知道 他比大安生理工業還要小 你看但是他的戰略價值非常大 整個二手的甚至可以跟克里米亞半島 互成戰略的基角 所以他很重要 因為就那個島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去守 但是對烏克人來講 蛇島要攻而不佔 因為你只要佔太小 富力太小 有火力有限 裝備有限 你還去做運輔 他可能又是易攻難守 你很難守到他 易攻難守 所以對烏克人來講要攻而不佔 你就活力打擊他 但你占領他 你占領隨時會被牽滅 要有這個戰術的這種觀念 所以現在俄羅斯把這個紅旗的飛彈 包括紅旗二十二上去 都是忠誠的 這個專門打無人機 或者打慢速的巡迷飛彈 他可以 你看換句話說 他已經算出來 烏克人如果對蛇島要用武的話 他會用巡迷飛彈 或者是武裝直升機過來 或者是慢速的巡迷飛彈過來 你看他 他這個中程的防空飛彈 而且是機動式的防空飛彈 先過去之後他們做駐守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烏克蘭可能用無人機 無人機爭打一體 偵查跟打擊一體的 過來 好 那過來之後 他防空飛彈立刻上去 把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把它摧毀 他會有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他上去 因為蛇島的西北方有一個 有一個野戰碼頭 那個碼頭就可以做運輔 那俄羅斯的這個防空 野戰防空的這個機動的車輛 就可以上去 上去之後就佈防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 那我們看這個影片 這個是烏克蘭 這個影片是烏克蘭去打 俄羅斯的無人機 戰略無人機 他這個是慢動作 你看他那個白色的煙霧 慢慢拉起來 對著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 最後面的鏡頭 他到這被擊落 但是問題是 他那個SIM卡 那個記憶卡還在 一放放出來 最後那螢幕他被擊落 你看一片黑 他這個是後來慢動作來放 你看 這個是俄羅斯的無人機 戰略無人機 這家無人機蠻貴的 如果換算成台幣的話 假設兩億台幣 你說就是那一個前哨 前哨無人機 無人機就是這一個 你看他最後那一薩納過來 這個就是 拿這個短程的防空飛彈 你看他飛彈上來之後 還修正軌跡 他修正軌跡之後摧毀 然後摧毀 訊號就沒了 把那個SIM卡拿回來 一放出來就知道 最後那一薩納之間是這個樣 飛彈這個飛彈朝著他過來 可是可是道理解 雖然說張將軍你的視力非常好 我們就是聊著聊著 知道說視力很重要 可是無人機在空中 他其實搞不好 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點 你這樣子看很遠方 搞不好就是一個蚊子左右 可是其實無所遁形 對 因為無人機 他有時候稍微一飛高 他小 又飛得高 遠 遠就看不到 目視沒辦法 有時候甚至雷達也不太容易發現 因為無人機小 那你說雷達不太容易發現 他們那個巫軍是怎麼發現 但是如果近的話 因為他這個是戰略無人機 兩億比較大台 大台雷達波就清楚了 雷達波清楚之後 立刻交給 這個是野戰防空 你看他布防在稻田裡面 布防在稻田裡面 你看他野戰防空 然後他送上來之後 發射的速度 他這個是慢動作 他速度非常快 他是因素上來 你看他立刻 立刻校正他的軌跡 立刻把他做摧毀 那這個蛇島現在俄羅斯把 也是他有一些調整 他的整個作戰的節奏跟部署 把這個野戰防空的 機動的車輛放到蛇島上面去 他也變成 不放重兵 因為沒辦法放重兵 放重兵隨時被攻擊 他就要放野戰防空上 上去之後 把蛇島固固住 不要讓蛇島變成 烏克蘭所攻擊的一個重要目標 你要過來我就把它攻擊掉 你一定要巡運飛彈過來 或者是慢速的巡運飛彈 我把它摧毀變成這樣子 然後他載至了蛇島 就載至了整個的西黑海 整個海域 海域被他出去 所以為什麼烏克蘭有一些 重要的穀物 就是我們講糧食沒辦法出去 被俄羅斯手控領 海域被控領住了 被控領住之後 他的船沒辦法出來 被俄羅斯手封鎖了 那封鎖它穀物沒辦法運出了 因為穀物它從路上運出很慢 因為它載量有限 但是一個船一載 在幾萬公噸的糧食 海域被封鎖 所以蛇島這個地方是 他雖然那麼小 所以變成兵家必爭之地 所以俄羅斯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 布防上去 是有他一個戰略考量 張將軍點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之前一直在聊 就是糧食危機的這一塊 來郭川老師 你看我們已經知道說 在黑海這一塊 因為黑海艦隊 然後俄羅斯霸佔在那邊 我該要出口的糧食出不去 鄭倫斯基他也有提到說 可能面臨的這一個糧食危機的問題 秋天會更加的嚴重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 他又刻意的在這邊部署 然後防空系統又放上去了 英國的國防部就講了 他又持續 俄羅斯要幹嘛 他要繼續加強對黑海的封鎖 那曾經有在想說 黑海要怎麼樣解套 糧食危機怎麼解決 不是就是魚叉飛彈嗎 甚至應該是英國的 他們也提出說 不然我們派海軍好了 海軍艦隊去護航 護送那個糧食船出來 那現在你看俄羅斯 我們講說 其實西方國家的痛點在這邊 那俄羅斯又繼續的部署 也說兩邊的這個對峙的情勢 還是在升高的 是的 黑海現在可以說是關係的 全世界每一戶家庭的餐桌 在美國英國 每一個吃麵包的人 其實現在來講都被黑海所影響 因為烏克蘭是小麥的主要出口國 那現在這個他主要的小麥 從黑海的港口運出去 那俄羅斯黑海艦隊 就是在那邊封鎖住烏克蘭 南部的港口 讓烏克蘭的小麥運不出去 這樣就會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 烏克蘭賣不出小麥 烏克蘭窮 這樣對他戰爭繼續的力量 對他的國力 就有很大的損害 那第二個就是西方國家 大家都面對糧食價格上升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物價上升 糧食上升 包括我們臺灣在內 這個都很清楚 所以俄羅斯希望用這種國際壓力 來逼迫說 讓國際間讓烏克蘭 趕快接受俄羅斯的條件 趕快讓這個戰爭停下來 糧食的出口不受影響 全世界的國家就不需要再吃昂貴的糧食 就對經濟會有所幫助 俄羅斯他自己比較不怕 因為俄羅斯很大 他本身的糧食還算能夠自給自足 所以他就等於是這個讓糧食危機 繼續蔓延 對他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要怎麼樣封住烏克蘭的糧食 不從黑海運出去 靠的就是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那黑海艦隊他大概有三十幾艘主力作戰軍艦 這個打一艘就少一艘 因為你現在俄羅斯不是沒有軍艦 但是要從別的地方調過來 要從太平洋艦隊調過來 那個繞超遠的 俄羅斯海艦隊調過來 第一個繞超遠的 第二個你要進入黑海 必須要經過土耳其控制的兩個海峽 那土耳其又是北約會員 所以換句話說 黑海艦隊 這個是俄羅斯現在最重要的戰略武力 因為他很難補充 一定要保留在那個地方 保留在那個地方 就能夠封鎖烏克蘭的這個航運 就可以封鎖糧食 所以黑海艦隊 躲得遠遠的 大家知道 就是剛才跟大家講的 他就是要躲離這個 這個烏克蘭的射程範圍 對 飛彈的射程範圍 躲得遠遠的 烏克蘭也打不到他 打不到他 沒有辦法徹底把黑海艦隊拔掉 他的港口就永遠受到 黑海艦隊的威脅 所以現在來講 這個對烏克蘭的國家來講 在意的是這個烏東 北頓那次克 這些他的國土 但是對全世界 對西方來講 在意的是黑海的暢通 所以這兩個地方 不太一樣 那現在這個俄羅斯 就是封鎖這個糧食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用意 因為他有一個好朋友 中國 中國從2021年 烏俄戰爭發生之前 就在全世界開始掃購糧食 這個聯合國的統計 現在全世界的糧食 小麥玉米這些都比去年的同期上漲 至少百分之四十 很多都是從中國 從去年年底開始在那邊搶購 那中國搶購糧食 其實也等於幫了俄羅斯 因為中國搶購糧食 讓糧食價格上升 就讓俄羅斯這種 對烏克蘭的封鎖更有用 如果說中國不搶購糧食 全世界糧食價格很低 那老叫俄羅斯封鎖 那種感覺就 就沒效 沒什麼效果 全世界各國的痛點就很低 所以現在來講 俄羅斯這個在黑海 這種作為 可以說是非常的陰險毒辣 它是影響全世界國家的 這個人民的這種常位 來達到它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國家 像印度 他對這次烏克蘭戰爭來講 相對他就比較支持俄羅斯 為什麼 因為印度糧食的進口國家 他需要糧食 所以糧食價格 如果降下來 對印度的經濟有幫助 所以俄羅斯現在就是用這種 小麥戰爭 糧食戰爭 來達到他在正規的軍事戰場上 達不到的目的 陰險跟惡毒 其實這個不是只是 糧食價格上漲的問題 很多人可能會因此餓死 不是戰死的 是因為要糧食 餓死的 戰爭已經打了一百零四天 打到現在 那烏克蘭他有美國有北約給錢 給資源 給科技 給武器 可是呢 如果真的要用彈 彈琳上這些軍員 原水恐怕要就近火 還是會等蠻久的時間 來一中老師 我們看烏克蘭 他們的這個精良武器的數量 當然我們都知道 遠遠不如俄羅斯 但是呢 烏克蘭他們的腦筋 是非常靈活的 窮則變 變則通 來我們透過一連串的畫面 我們要來看的是 烏克蘭如何以小博大 以小博大一開始 就給各位看放煙火 烏克蘭放煙火了 怎麼意思呢 這是烏克蘭的第八十空降臨 他這一次呢 直接用那個火炮 用無人機對火炮 直接這一次直接擊中 俄羅斯的火藥庫 那個感覺那個棒 剛剛在棒跑 是不是 烏克蘭人不用看煙火 直接看這種畫面 就有那種療癒的效果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來看下一個 烏克蘭人怎麼樣自立自強 這裡有一段影片 這個是什麼呢 你看烏克蘭的卡車 上面架著 這個所謂的多管火箭 這怎麼看起來有點好像 這畫面怎麼好像似曾相似 有沒有 這種皮卡車 然後上面載著這種火箭 這個大家是不是 如果大家看影片的話 在中東的那個戰場 常常看到這個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個是烏克蘭自製的皮卡火箭車 為什麼他們那麼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烏克蘭的皮卡 你來看一下 它是改裝的 他把他們的多管火箭 原本是固定的多管火箭 他們用日本的 所謂的這種貨卡 皮卡 然後裝在上面以後 做進行發射 你看這些 這是他原本的拍檔桿對不對 他現在變成是他的發射器 是喔 拍檔桿改裝成發射器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控制 這個東西 其實我剛剛講 大家可能有點哪裡熟悉 因為這個其實大家如果看影片的話 其實中東跟非洲 特別是很多那種武裝分子 因為他們可能 他們的軍力沒有那麼強大 可是他們很善用這種皮卡來改裝 過去在中東 其實他們最常用的 就是Toyota的皮卡 烏克蘭用的是米茲比什的 但不管怎麼樣 不管是Toyota或米茲比什 他們都是用日系的 為什麼用這個 你看它可以改裝到 好多種這種軍事用途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這種戰場上 有人說其實這種日系的皮卡 他的保養其實維修容易 就是省油維修容易 而且他有個優勢你知道 他其實他的速度 憑良心講 因為他本身是卡車 他如果跟一般的坦克裝甲比的話 他的速度其實比較快 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如果拿這種改裝的皮卡 看起來跟他擋光阿俠對不對 跟正規的坦克車對撞的話 坦克車就像獅子一樣 他其實像獵犬 單獨的獵犬 對抗獅子他一定是打不過 可是當獵犬的速度快 多的時候 其實那一隻獅子看起來很大隻 要打團體戰 對 所以他用這種速度 所以我說烏克蘭真的是很厲害 他們可以這樣子自己去改裝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又是個療癒的 網友說好久不見的烏克蘭 拖拉機大隊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拖拉機大隊 這次又拖了一台 俄國的BTR的裝甲車 你看上面是烏克蘭的軍人 看著悠哉悠哉 又拖到一台 所以除了這個以外我們來看 剛剛講外援有沒有進來的 有 這有另外一段影片 你來看一下 這個是烏軍 援助烏軍的T-72坦克救援 這些都是援助的坦克 你看上面有掛著烏克蘭的國旗 一支一支 那這個東西其實 之前美國就一直要求 因為很多東歐國家 他們有這個比較舊式的 俄羅斯的T-72坦克 比如說像捷克 比如說像匈牙利 甚至像波蘭 那美國其實一直催出說 這些國家 趕快把你們這些坦克送過去 事實上美國也賣了波蘭新的 他們的M1 A2的坦克 然後跟波蘭說 你趕快把坦克運過來 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些重裝備的坦克 一台一台的都直接送到烏克蘭 除了這個烏克蘭的畫面以外 最近大家在網路上發現說 烏克蘭竟然也看到我們台灣的國旗 怎麼會這樣子 原來就是這個 有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烏克蘭的軍人 他們就舉著我們台灣的國旗 為什麼他們拿了台灣的國旗 因為他們感謝台灣軍援 大家知道嗎 之前我們不是有 外交部不是有援助烏克蘭 我們大概募款很多 大概援助了將近十億 那除了這個以後 我們買了很多裝備 你看 這是什麼 這是防彈背心 我們下一個台灣的防彈背心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頭盔 其實我們援助了很多 我們的頭盔都援助過去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看這個信用是什麼 你不在乎網告你不知道 這是台灣一個網告平台 momo平台 就是說台灣的網告平台momo 也已經送回送到烏克蘭 這個大家看到說 會心的一下 在這以後你看 在烏克蘭 原來他們基輔的廣場 也看到我們台灣的國旗 那為什麼呢 原來是台灣一個 駐台灣的英國的記者 他上禮拜去採訪 第一次去採訪那個基輔 他就在他的推特拍了這些 PO出他這些照片 這個鳥名乍看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你最小看 你來看 這是基輔最有名的獨立廣場在這裡 他來看這裡面有50多個國家的國旗 他上面的 這裡面的文字大概就是說 我們需要援助 然後需要各國的這些 軍事援助跟人力的裝備 這會比較英文字比較小 重點是你來看 來介紹 有看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台灣就放在這裡 而且還沒有中國的國旗 阿共華的國旗說沒有放在這裡 沒有中國的 沒有 那既然他們看破啦 不應該對他們有所期待 十多個國家沒有阿共華的國旗 放我們台灣的國旗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台灣人看到 其實很窩心 而且要給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放在這邊 其實有很大的意義 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基輔的獨立廣場 他是基輔的市中心 也是他最有歷史根源的地方 那上面這一尊是斯拉夫的母神 其實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廣場 然後在這個最重要 所以其實歷年來很多 這些俄羅斯基輔的很多活動 他們都在這個廣場上 他為什麼叫獨立廣場 是叫1991年 烏克蘭正式脫離蘇聯獨立 所以把這個廣場 命名為獨立廣場 然後從此 很多烏克蘭的重要集會 都在這個廣場 比如說2004年 橙色革命在這裡 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的 一些抗議活動也在這裡 所以這個廣場 等於就是他們的地標 然後在這個地標上 我們看到台灣的國旗在這裡 你說心裡會不會感動 這跟觀眾報告一件事情 不是準備要開放的嗎 旅遊 這個 你看這個地標旁邊 這是烏克蘭大飯店 概於1960年代 等於是烏克蘭最有名 最重要的地標的一個飯店 為什麼跟觀眾講這個呢 你也說很厲害對不對 在首都的最重要的市中心 一個飯店 感覺很厲害對不對 跟大家報告 他一個晚上我查過 50歐元 50歐元的話 台幣差不多不用到1,0006塊 就是說你只要去烏克蘭 最重要的支付廣場車 土地廣場 你只要花1,0006塊 你可以在這裡躺在這裡 看我們這個重要的地標 看我們台灣的國旗 但我們是希望說 早點結束戰爭的話 那大家機票買了就去了 這樣子比較安全 我們來看北頓涅斯克 在烏東這一個戰場部分 我們知道說非常激烈 在巷戰當中 可是這個狀況是這樣 我們昨天記得 本來講說是俄軍已經佔領了八九十 趴的城市裡面 可是過了個端午之後 訊息又不一樣了 反而是被烏軍給反攻 烏軍說又收復了大半 來我先請教廷輝老師 我們來看 因為現在兩邊互相在爭奪 這一個城市 那這個北頓涅斯克的市長 他是有這樣講 他說他感受到一種非常緊張的氛圍 因為你以為收復了一半 但是每個小時情勢都在變化 你瞭解到烏東最新情況是怎麼樣 這就是典型的進入所謂的 焦灼戰的概念 因為哲倫斯基 其實他有說到一點 他說都已經掌控到這裡的狀態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烏軍早就有計畫了 而且烏軍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地方會陷入一個焦灼的地點 其實我還是一直認為說 烏軍絕對不會以烏東 這個地方作為主戰場 硬碰硬的結果 其實沒有什麼好下場 特別是後面來講的話 長期以來這個頓涅斯克 盧干斯克 都是俄羅斯重要盤聚的一個地點 而且過往來講的話 其實從俄羅斯那邊的邊境 補給過來也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烏軍 在這個地方跟俄羅斯硬碰硬的話 其實對烏軍來講 沒什麼太大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現在就採取一種方式 就是脫離帶水的方式 就是一直把你這個地方拖住 敵追我跑 你追我就跑到別的地方去 你進來之後我又開始反攻你 然後騷擾你 然後一種騷擾戰的概念 我認為是一種騷擾戰概念 所以你要拿也拿不下來 然後你要全吃也吃不下來 然後這時候 當你這個覺得安全的時候 我又把你弄得非常不安全 所以這個概念來講 就是說讓整個烏東陷入一個焦灼戰 這是一個目前我認為他是一個掌控到 目前這個狀態 那把所有的俄軍在這個地方牽制住 就有點像什麼 瑪麗波的概念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認為說 北頓內刺客市跟瑪麗波 可能會有這個類似的情況會出現 什麼意思呢 當俄軍開始建設斷手機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丟飛彈 一直丟彈藥 一直丟到這個北頓內刺客市的這個地方 讓他逼迫說烏軍全部撤走 但是當你撤走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月後的事情 可能是兩個月後的事情 那這時候不是把俄軍整個拖泥帶水的 把他拖住拖在這個烏東這個地區 那我剛剛提到的黑海才是重點 黑海是重要的 剛剛國城兄已經提到了 就是說糧食出口的一個重要地方 然後他又是美軍 他們運輸補給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點 所以如果說北邊的烏東牽制住了 南方的烏南有些戰果的話 然後又可以控制克里米亞的相關的水跟電的話 那對於這個俄軍來講的話 他其實要顧南方又要顧北方 他其實基本上一個軍隊可能他至少在第一波的時候 已經被消耗戰打了很多的這個相關的彈藥 他也沒辦法立即的補給他的相關彈藥 在第二波的情況之下 現在可能會進入到第三波的這種 這個陷入膠著的攻擊戰的時候 這時候他發現到自己 我根本沒有能力可以去顧到烏南的地方 我頂多只能顧到頓內刺客跟盧干斯克 而這一次俄羅斯普丁他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他不就是要協助顧內刺客跟盧干斯克這兩個共和國嗎 那如果他連顧內刺客跟盧干斯克 如果說被沒辦法全部拿下來的話 等於說被烏军又拿回到一半或是甚至拿三分之一 他怎麼對回國去交代 怎麼對國內交代 下不了台階 對所以到最後他可能會有一些取捨 什麼取捨呢 烏南干脆就還給烏克蘭也不一定 然後烏北的部分 或是要守住 能夠在這個地方能夠有一些這個成果 然後再來相關來講 雙方進行會談 不要忘了 因為六月底的時候 是NATO的高峰會議 跟這個G7的高峰會議 這兩個高峰會議在決定什麼事情 接下來下一場戰爭怎麼打 下一場的戰火 這個軍事武力 怎麼提供的這個重要的會議 如果說當G7而且這個時候也會討論到什麼像芬蘭瑞典 要加入這個北約那些事情 如果在這個事情上面 普丁他絕對是沒辦法拿到什麼樣的一個成效 情況之下 整個訊息如果傳回俄羅斯的話 他這個政權又怎麼辦 所以其實對普丁來講的話 他現在有時間上的壓力 什麼壓力 從現在一直到六月底的時候 他的時間壓力 所以對於烏東來講 如果他能夠有一些戰果的話是最好的 但是這裡烏军就刻意的用這種方式來牽制他 然後來騷擾他 那以便於說烏军去收復 烏覽的重要的一個做法 所以現在在烏東 我就是盡量拖住你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消耗戰 俄羅斯本來就算他是一個軍事的強國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武器打到開始要省事檢用 包括他們就把封存的戰車解封 重新投入戰場 我們之前有聊過阿公吉的T62的戰車 對不對 來 于將軍 T62戰車被迫要出征 要上戰場了 那我請教 之前我們看到是T90M是主戰車 不好意思 是不是主戰車 沒有坦克神話 他的神話已經破滅了 現在是把鼓動殺出來 T62出場 他的情況又是如何 俄羅斯很奇怪 怎麼學不乖呢 我從100天以前就說 整個戰車上面戴帽子 弄鐵架 搭帳篷 沒有用 所有的弓頂武器 標槍飛彈 N-Lov飛彈 包含最傳統的反坦克飛彈 都可以把你打爆 可是這是俄羅斯T62阿公吉的坦克 上了戰場以後還是一樣啊 戴著帽子 戴著帳篷 後面架著鐵架 致上戰 包含 cyc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